Razer的手柄 哈喽大家好 上次我们开箱了Razer送来的神秘黑箱 这次终于要来深入接受一下其中的主角 Razer Riger Ultimate和Razer Treasure for PS4 我们先来看看Razer Riger Ultimate 和PS4手柄的身形相比的话 Razer Ultimate会比较胖 从侧面上来看也很明显 比PS4的手柄还要厚 一定会有人comment说 手柄这么胖肯定不好握 但经过小便的轻身测试 它其实真的不适合手掌小的人 不过对一般成人手掌来说 在握感上并没有影响到游玩体验 甚至还挺好握的哦 Touchback上面已经有了Razer的logo 当手柄开启的时候 就会亮起RGB灯 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就是贡献 这4个圆圆拆拆脚脚包包采用的是 机械触控操作按键 那么机械操作按键到底是什么鬼啊 基本上 PS4手柄和RFOT每的4个按键 用起来的差别就像是 普通键盘和机械键盘的差别 然后然后RFOT每的上方和背面 有多余的4个按键 M1到M4都可以让玩家自定义键位 按键的位置设计得蛮符合手掌的位置的 使用起来还是相当舒服 这两个是快速发射键开关 只要往外推就能开启一触激发模式 轻轻按下就会触动按钮了 手柄上的摇杆键和方向键也都可以更改 它们都是磁器式的 轻轻拿下 轻轻放下 就换好了 Razer很贴心的附上一个比较高 一个平滑表面的摇杆键 另外的方向键 则是方便手指滑动的倾斜式按键 另外另外 只要连接上Raiju的Apps 就可以很轻松的制定义手柄的功能 在X里面可以快速切换四种不同的Profile 每个Profile的对应键位都是不一样的哦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Remake for M1到M4的键位 在X里面也可以调整灯光模式 摇杆键的敏感度 还有手柄的震动强度 下面这一排是快速控制面板 第一个按钮是手柄的Profile键 按下之后可以切换Profile 也可以用来Remake for M1到M4的按键 第二个是设定键 用来连接和切断和手机的连接 第三个是灯光键 按下可以切换灯光模式和灯光的强度 最后一个Button是安全锁 启用之后可以停用PS、Share、Option 和快速控制面板的其他三个按键 这样玩游戏的时候就不怕误触了 手柄进入PS4和PC 能够通过蓝牙以及USB有线连接 充满电后 可以使用长达11个小时 总体来说 RIDGE OT美是个很好玩的手柄 可以自定义按键 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它是银柄端口只有USB模式下才能使用 这点却没有PS4原厂手柄来得方便 看完了RIDGE OT美之后 我们来看看Razer缺射for PS4吧 为了配合PS4的主题色 耳机的颜色是黑色和蓝色的 两侧都印有了白色的PS4logo 还有蓝色的Razer logo 而照所采用的材料是 记忆海棉外加配有奥口 就算是眼镜打 配戴起来也会很舒适 而且它是可以90度旋转的 Razer缺射的麦克风 是可以深缩的 长感式麦克风 比起固定型和排泄型的麦克风来说 收纳 方便许多 麦克风的感向收音 也可以击中捕捉说话者的声音 同时减少收入其他方向的噪音 简单来说的话 这种的收音方式 可以让你在组团开A时 不用怕队友投顺你讲话声音不清楚 还有还有 耳麦上有两个button 一个是音量键 按下的话 就可以开启或者关闭耳机的声音 当然你也可以旋转音量键来控制音量 另外一个是耳麦监听键 按下之后可以禁用或者启用耳麦 你可以调节监听的音量 开启了耳麦监听之后 你就可以在讲话的同时 你可以听到自己在说什么 Rager Treasure for PS4 在充满电4个小时之后 可以使用长达16个小时 并且可以通过无线或是有线连接 兼容PS4、MS、PC 和配有3.5mm接口的任何设备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Table 拥有3.5mm接口的话 就可以使用了 就小编的个人体验来说 Rager Treasure在无线连接的情况下 音频传说的表现十分良好 在使用的过程中并没有延迟的感觉 而且无线耳机用起来 完全不会有卡到线的脑人情况 Rager Treasure Ultimate 在官网的标价为 RB1099 Rager Treasure for PS4 则为RB749 这次的介绍影片就到这里咯 更详细的评程内容 请参与我们的文章 拜拜 拜拜 想要计时获取免费游戏的消息 只要在专业的following里选择CIFUS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打开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资讯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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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